最近我被一部只有2万人看过的高智商犯罪电影《惊艳道路》 网友们的评价都是这样的 应该是我不信 直到我看了才知道 他是真的牛皮 凶手连杀14人 凶器竟然是数学公事 而他呢全场让我想抱脑子都没有猜出的结局 更是奥斯卡遗诸的必备戾气 毛沙的最高境界竟然是他 那么接下来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走进今天的故事 深度离岸 猜到结局算我输 故事开始于英国牛津 一位老妇人没有名其妙的死于家中 却正好被两个男人撞见 一个是满腹经纶著名的数学教授奥里凡德 一个是刚说完魔戒 又看到血枕头的数学狂热爱好者佛罗多 教授上街检查尸体 发现老妇人鼻腔出血 还有个带血的枕头 所以他推测 老妇人一定是被人用枕头闷死的 由于力量过大才压断了他的鼻梁 于是两人干净报警 而作为命案的唯一目击者 他俩也被带回到警局进行审问 警察先是问了佛罗多为什么会出现在老妇人家中 他解释说 这里是那里的租客 今天本打算是要退房的 可就在门口偶遇了教授 所以他俩才一同发现了老妇人 可教授那边是说 他是被凶手叫到命案现场的 原因是今天他在自己的签名会上 收到了一张匿名字条 上面是一个符号 这么大的圆 以及一串时间和地址 而地址又正好是他老朋友家 所以出于好奇才来到了现场 可当警长想看看那张字条时 教授却称字条被他随手扔到了路边的垃圾桶里了 因为作为数学界的名人 他会经常收到莫名其妙的字条 所以并没有当回事 也就给扔了 但是后来才意识到 那个地址很熟悉 才去了那里 接着教授又告诉警长 那个圆圈很可能是某个逻辑数列中的符号 警长不解 数列和命案什么关系呢 原来教授曾在一本书中提出过一个理论 他说在现实生活中 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犯罪 凶手杀人都非常简单粗暴 手段重复性很高 总而言之 理论的核心就是命案分析靠的是心理 而不是逻辑学 所以一定是那个理论惹怒了某个高智商罪犯 因此凶手想制造一场 跟数列规律有关的命案 推翻他的理论 也就是向教授宣战 看起来更聪明 因为老夫人教授认识的字条也是给他的 一切都在围绕着教授展开 而那个圆在数列中就代表了开始的 也就是说一定还会有命案发生 至于下一个受害者是谁 符号又是啥 谁都说我好 因为就好比数字1 他的后面可能是23456 比如246 后面又有可能是8 12 14 再或者是肥波纳切数列 每个元素是前两个元素的总和 而现在他们只有第一个符号 是看不出来任何规律的 圆圈后面有无限种可能 甚至是千变万化 不经常却持有不同观点 他认为嫌疑最大的就是老妇人的女儿 如果他妈妈死了 她是目前为止唯一的受益人 出了警觉 教授和佛罗多去了歌剧院 因为老妇人的女儿就在那排练 还顺便聊起了老妇人 其实早在6年前就患上了绝症 医生说他活不过5个月 可在他女儿的细先照料下 却奇迹般的活到了现在 想想也算是一种恩赐 可突然佛罗多灵感蹦发 说凶手就是故意选择的老妇人 因为按照此前的推测 凶手是为了证明自己拥有高智商犯罪的能力 而不是单纯为了杀戮 那选择本就活不长的老妇人 就是凶手的最佳选择 一是好下手 二是没有太多负罪感 而肉伤敌粮也是故意的 为的就是在教授拿着字条 去往老妇人家时 能知道她的死因不是自然死亡 从而向教授发起私人挑战 教授听完很欣慰 连连点头 让他预测凶手的下一步计划 教授非常同意 但此时他的眼睛却看向警察 然后快步走过去 说这么残忍的噩耗 还是让他去通报吧 而弗洛多则在教授走后 竟也快速从后门去往楼上 暗中观察 因为在他心里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老妇人的女儿 而他自己和教授也压根不熟 甚至还有点敌意 原来弗洛多是在三天前 才从美国来到的牛津 期望能成为教授的入室弟子 而为了能接近教授 弗洛多甚至直接租下了 他密友遗孀的房子 也就是老妇人 当晚共进晚餐时 他还用尽浑身解数讨好这对母女 而他的母女俩是欢声笑语 对他也是甚是喜爱 心想搞定了这俩人 那以后还不是说见教授 就见教授 可计划却没有变化 第二天他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牛津大学的主任说 教授早就不带学生了 现在只专心做研究 弗洛多无法接受 他不愿万里来到牛津 却得不到教授的知道 于是他开始发现 想通过变量计算出壁球的弱点 因为只有数学带来的成就感 才能让他有所缓解 而正是这种怪异的打球方式 却吸引来了一位美女的注意 两人玩得很尽兴 回家时还依依惜别 可没想到 却引起了房东女儿的处意大发 其实在第一次见面时 他就被弗洛多的风气幽默吸引了 弗洛多立刻反驳 说自己从来都没有放弃 哪怕失败了也会再尝试 因为他的人生信条 就是哪怕犯错 也比啥都不做强 隔天好消息来了 房东女儿说教授将会在莫顿学院 为她的新书做演讲 好讲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几回 岂能错过 但可就在弗洛多 怀着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却往了人山人海 坐无缺席的礼堂后 才发现 老教授的理论 竟和他背道而驰 他说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绝对的真理 哲学也终将灭亡 弗洛多立即提出了反对 他认为自然界的所有事物 都遵循着数学的规律运转着 如果人类能完全挖掘出数学中的奥秘 就能理解万物的运转规律 哪怕是一片小小的雪花 都包含着数学原理 教授不以为然 说这个世界上很多看似有序的东西 其实本质都是无序的 就像蝴蝶效应 蝴蝶扇动翅膀 就能引起一场飓风 可至今 也没人能根据这个理论 精准预测哪怕一场飓风 这一番对话下来 弗洛多的认知被颠覆了 他怎么又不会想到 让自己爱上数学的是他 否定数学的竟然也是他 伤心啊 这就打算回家算球了 可这边和方东太太辞行的他 却在门口偶遇了老教授 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发现尸体去往警局 分析案情 看到方东女儿的鬼魅一笑 我也很多小伙伴都在等这段剧情 也一定要在暗制揣测答案 那就不要吝啬你的脑戏胖 把它打在屏幕上 让我们跟着长长脑子 深夜 弗洛多久久不能忘记 方东女儿的鬼魅一笑 试图在照片中寻找出答案 可突然 方东女儿却不请自来 他说他等这一天等了六年 可终于可以解脱了 他又变得很愧疚 觉得自己心存不散 而此时的弗洛多 也似乎终于理解了 他的那个鬼魅一笑 多半是酒病床前 无孝子的前期表现 于是他开始安慰 可情绪上头的方东女儿 却想更进一步的深入了解 弗洛多拒绝了 我可是那个能抵御住魔戒的男人 唯一抵御不住的是数学 还有上次的那个小姐姐 就这样两人不欢而散 可隔天一早 一个神神叨叨 明显对教授有偏见的笑容 就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瓜 他说三十年前 老教授和房东两家一起去旅行 路上出了车祸 两死一残 而现在那个残也死了 唯一活着的就剩下教授 车是教授开的 其实啊 校友就是在暗示 教授可能是凶手 想掩盖当年的罪行 不过 介于校友一脸坏相 再加上自己 还有越狱小姐姐 弗洛多没有废话 而畅快的和小姐姐 从刚才烈火的酒馆 打到了激情四射的卧室 可突然 弗洛多看到了一本教授的书 原来小姐姐认识教授 教授经常会去医院 探望一个身患绝症的学生 也就顺便赠送给了他一本 好家 房东太太在生前 也经常去这个医院治疗 如果凶手的目标 真的是将死之人 那医院就无疑是最好的狩猎场 可佛洛多在医院遁守了一整天 却除了教授 来看望学生 再就是一个奇怪的男人 捧着一本书 神刀的说的一些教派理论 就再没有任何可疑的人出现过 原来 疯男人的女儿需要器官移植 可一直找不到捐献者 所以他才变成了这样 而教授学生 则是一个全身瘫痪 只有一只手还能动的残疾人 不停的在纸上画着奇怪的符号 他是教授曾经最出色的学生 但在一次研究中 他却误入歧途 认为神经病的思维比他聪明 每次来访 他都会有所启发 可知识来的实在是太慢了 于是他便一步步把自己搞成了 无法正常思维的精神病人 每天都画着各种符号 还有维特根斯坦的名字 就是在战场上写出逻辑哲学论 初稿的那个奥地利哲学家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研究 据说里面的奥米至今未解 于是佛罗多也找到那门书想轻轻脑子 但可就在这时 房头女儿却突然出现 大成呵斥道 你伤了我的心 昨儿为啥一走了之 说完便准时离开了 而等佛罗多追出去时 就发现门口贴了一张字条 上面是一个类似于的符号 时间两点十五分 地点约瑟夫一元 号角 难道第二起命案要发生了吗 佛罗多赶紧打电话给女友 去看看教授的学生是否安好 因为下一个目标 很可能就是他 果然有人死了 可死的人并不是教授的学生 而是另一个身患绝症的老头 很像自然死亡 但手臂上却有一个非常小的针眼 不仔细看 根本察觉不到 不过更奇怪的是 警方检验不出他的中毒迹象 难道是凶手给他注射了一种 检测不到的毒素吗 谁也不知道 只能等待法医的进一步检验 警方询问教授 第三个符号到底是啥 难道非要等第三个受害者出现了 才能知道吗 教授敷衍了事 说实在是难搞啊 摸不到头脑 不过佛罗多却私下找到教授 几被小酒下毒 问出了第三个符号 其实教授早就解出来了 可他之所以没告诉警长 是因为有自己的苦衷 或许在别人看来 这只是一些普通的符号 但其实这背后 就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教授害怕如果推测错误 那受害者将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说完教授在纸巾上 写下了第三个符号 但也给了佛罗多两个选择 一是现在就能看到 二是自己寻找答案 佛罗多没有打开纸巾 因为他想靠自己寻找出答案 顺便也让教授看看 自己的能力有多强 可意外却也发生了 警方的心理画像出来了 心理学家用现有的线索 描绘出了凶手 应该是个年轻的数学天才 家境不好 被请离乡 激动崇拜老教授 来到牛津是为了接近教授 却不知 是阿玛丁 惨招拒绝了 然后犯下命案 好假 佛罗多慌了 怎么说的就是他吗 我很快他就又发现 那个神刀的校友 也很符合凶手的画像 他也曾对教授很崇拜 但八年前 他因为申请嫁入 教授的数学小组 惨招拒绝后 就变得郁郁寡欢了 而最近他又听说学校里有人解开了 他曾经研究过的费马定律漏洞 所以他认为 一定是教授泄露了他的想法 由此心生怨恨 我去认识 他说明了 他说明了 我帮助我进入 《Theory of Numbers》的图案 在 Cambridge 你知不知道 他说明了我的想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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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这些小小小小的 是 是 Henry Wilkin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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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历史上 他在历史上 是 在历史上 看来校友绝对有犯罪动机 再加上弗洛多还在校友的相册上 看到了一张金碗 房东女儿在歌剧院演出的门票 届时教授也会出席 果然演出一开始 校友就鬼鬼祟祟的出现在会场上 难道他要暗杀教授 弗洛多赶紧把自己的猜测告诉警长 经过一番追逐 众人终于在房顶抓住了这个疯子 可打开怀里的杀人凶器 竟然是一个巨大的横幅 原来他只是为了羞辱老教授 根本就不是什么暗杀 但可就在这时 舞台上却发生了意外 一个打三脚铁的演员突然出事 演员患有严重的废弃中 只要呼吸稍有阻碍 就会窒息而亡 表面上来看 这又是一起自然死亡 可警方却发现 乐谱的节目单竟被人撕藏了三脚型 很明显 这就是凶手留下的第三个符号 演员则是第三位受害者 事到如今警长再也坐不住了 眼看死的人越来越多 立刻要求教授公开第四个符号 并承认凶手的才华 也许这样一来 就能满足凶手的虚荣心 或许他就不会再杀人了 教授同意了 可佛罗多却瞬间有了挫败感 因为在整个事件中 他绞尽脑汁也没有破解出哪怕半个符号 而现在留给他的时间 也不足12个小时了 于是不想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中彻底失败的佛罗多 只好前往书店一通乱翻 终于他在一本书里看到了一组神秘符号 这是一个很小众的学派创造出的速裂 前三个跟凶手留下的一模一样 而最后一个符号则是由十个圆点组成的三角形 而此时女友也突然想起 她曾在一本医学书中看到过这组符号 代表着器官移植 那十个圆点组成的三角形 难道是代表着凶手 这一次要杀十个人吗 突然佛罗多想起 上次他在医院碰到的那个 女儿急需器官移植的老头 手里不就是拿着这本书吗 而他又是一名大巴车司机 一次性杀十个人 太简单了 场车祸就足以搞定 有时两人立马去往警局 把自己的推理告诉警方 可还没等他说完 警方就称凶手已经打过电话了 正开着一辆大巴车 去往剑桥大学的路上 还威胁警方 围捕自己时 一定要带上一辆救护车 而事实早已在现场等候 拦截的警方却拦错了车 因为警长根本不知道 凶手的真实身份 车上是刚刚参加完 解密费马定律的数学家们 奥里凡德教授也在 听到这个消息后 佛罗多顿感不妙 赶紧给教授打电话 让他将凶手的信息告诉警长 并拦截另一辆路过的大巴车 却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那辆校车与他擦肩而过 然后静止撞在护栏上 车上的所有人无疑生还 包括司机和10名 有自力缺陷的儿童 其中有5名是捐献志愿者 看来凶手提前叫了救护车 就是为了避免器官严重受损 而真相也随之解开 司机杀死那些孩子 就是为了救自己的女儿 而他之所以杀死其他几位受害者 完全是为了转移警方的注意力 混淆死听 因为如果他只杀小孩 那很快就会成为头号嫌疑犯 而那些符号也只是司机 为了误导警方留下的 至于司机为什么也死了 则是一场意外 因为警长发现 车在发生意外前 车门其实是开着的 为的就是跳车逃生 只他没有想到 校车提前发生了爆炸 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弗洛多和教授一起参加了葬礼 可老教授却看上去很自责 弗洛多安慰道 这不怪你 你只是被凶手利用了而已 可教授却意味深藏的说 你懂个灯 不是你不懂 在那结束后 弗洛多决定和女友去度假 忘掉这一切烦恼 那个就在他登机时 拿出护照的他却看到了 老教授递给他的纸巾 里面什么都没有 此刻他也终于意识到 教授根本就没有猜出第三个符号 一切都是他临时编造的谎言 他掏出房东太太命案的现场照片 发现桌子上的那组单词 竟然用德语翻译过来 就是圆圈的意思 瞬间他明白了 也终于捋清了一系列 谋杀案的来龙去脉 他丢下女友 再次找到教授 而教授似乎也在此等候他多死 原来根本就没有连魂杀人案 医院的老人 乐团的演奏者 其实都是自然死亡 真正被杀的只有房东太太 还有那些残障儿童 上次房东太太的人 就是最开始怀疑的 房东太太的女儿 他因为受不了多年来 照顾母亲而失去的自由 所以才痛下杀手 事后又向教授求助 而教授也因为三十年前 自己的那次驾车失误 才导致两个家庭自力破碎 一直心存愧疚 所以才打算帮他善后 可觉意外在门口 遇到了词别的佛罗多 随后两人一起进门 看到了房东太太的尸体 教授也不得不被迫 改变了原有的善后计划 他看着桌子上的拼字游戏 写着德语圆圈 于是才有了那个谎言 他跟警方谎称 收到了一个画着圆圈的字条 把案件塑造成了一个 没有速裂作案的高智商犯罪的案子 不过可惜的是 警长对他那套理论并不感冒 而坚持怀疑房东的女儿 所以教授才不得已 又制造了第二起杀人事件 可起初教授是完全没有思路的 而是一旁的佛罗多给了他提示 是佛罗多推测 凶手的目标可能是将死之人 于是教授才来到医院 借着探望学生的机会 在一个已经死亡的老人身上 留下了一个针研 里面根本没有毒药 之后再让房东女儿把字条 贴在佛罗多的必经植入上 就让两起毫不相干的案子 联系在了一起 可因为两起案子的符号 都是教授临时想到的 所以在佛罗多问他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想好第三个符号 究竟写什么 如果写了 那第三起命案又该如何发生呢 所以才递过去了一张空白纸巾 因为他深知 佛罗多不服输的性格 是铁定不会打开看的 而他则还可以借此机会 寻找出走出谜谈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也在音乐会上出现了 演员的意外死亡 给了教授机会 于是他趁乱 将乐谱撕成三角形 拼凑出了那个极其冷门 甚至是很少有人知道的逻辑 数列 之后警长又要求教授 立刻公开第四个符号 并认可凶手的才华 他爽快答应了 因为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 结束这一系列不存在的谋杀案 可意外却再次发生 为了给女儿筹击器官的老头 在联魂谋杀案的新闻中得到了启发 而他又正好是那组小众数列组织的忠实读者 由于他设计了第四起谋杀案 这是为啥教授在藏理上内疚的原因 因为那些孩子和前两个死去的人不同 他们是真的和教授有关 教授的一句话让这些孩子葬身火海 可教授却突然说到 他并不是唯一的罪犯 因为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并不是他 而是佛罗多 因为佛罗多曾向房东女儿说过 犯错也比什么都不做好 我宁愿搞砸也不想错过 你也应该试试 就因为这句话房东女儿起了杀意 为了照顾母亲 她一直没有时间没有精力 谈一份属于自己的恋爱 被困住了太久的她早就渴望解脱 而佛罗多就是她一眼相中的人 佛罗多说出的那些激励人的话 也像钉子一般刻在了她心中 她听从了佛罗多的建议 追求自由 哪怕是犯错也比不做强 最后房东女儿无情的杀死了母亲 而如果把整个事件 视为蝴蝶效应所带来的后果 那佛罗多就是那只煽动翅膀的蝴蝶 佛罗多当场愣着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原来自己才是那个真正的凶手 如果你喜欢将将熊解说的视频 还请多多点赞 收藏 分享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等几点赞超过十万 我将会在三日之内更新 更多好看的电影 好看的剧 敬请期待